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有河谷地带的富少 重大以来就成为川藏茶马古道的交通枢纽和耀冲地带 在西北部石区县境内 一个可以触摸天堂的真大乡 就是我们一个差点遗忘自我的地方 真大乡 位于四川西北部甘子州石区县境内 一百八十公里 海拔三千八百米 在这里有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 民族民间歌舞文化种类繁多 其中最富有影响力 历史相对久远 影响广大牧民群众喜爱的 就是真大锅庄 真大锅庄 主要命名就是我们真大乡的来源 当时不叫真大锅庄 只叫锅庄 但是随着我们这历史严格 然后随着我们真四川省石区县 真大乡的行政区域的正式命名 我们这个锅庄才命名为真大锅庄 最初真大锅庄只是农居群众 在农盟后聚在一起庆祝丰收 以祝福大家幸福安康 祝福家庭和和美美 健健康康的一种表达方式 而今真大锅庄成了国家级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真大锅庄是以歌伴舞的一种舞蹈形式 我从我父辈延续了真大锅庄中的原生态歌曲 歌中唱出了农牧民群众 对伟大祖国的赞颂 唱出了对远方客人的热情 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唱歌的时候我自己也心情愉悦 更是让听到歌声的人身心愉悦 真大锅庄动作以快为主 男子舒展奔放 明快粗犷 女子则刚中有柔 刚柔结合 奔放豪迈 充满激情 舞步轻快飞扬 犹如奔腾通天河般 豪情万丈 犹如松坚青泉般 令人赏心悦目 真大锅庄气势磅礴 场面宏大 舞动的长袖如彩虹般绚丽夺姿 像翻滚的海浪般变化无常 整个锅庄游慢至快 表现了那一把把芬芳的泥土 那一折折摆动的布群 那一片片绿油油的草原 那红通通的朝阳 这一切无物在赞美 勤劳的失去儿女 靠自己双手的奋斗 脚踏实地 勤恳劳作 自强不息 摆脱贫困的生活状态 说起真大锅庄最初形成于文成公主 近藏路过真大时 龙牧民群众为表达欢迎 在歌在舞 逐步形成了一辈传一辈的真大锅庄 我从我父辈得到了锅庄传承 我们也会将锅庄文化一代又一代的传下去 2007年6月8日 四川省十区县真大锅庄队 获得国家文化部颁布的首届文化遗产日奖 可谓实至名归 经历了历代人的传承 现在的大型活动 真大锅庄是当地必不可少的节目 在甘子州 有人说它是马背锅庄 有人说它是锅庄之魂 引起舞蹈动作幅度狂野 舞动长城的水秀和脚下步伐的独特魅力 是它的风格特征 就舞蹈表演而言 不破坏其原生的动作元素 再经过舞台艺术的加工 都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在舞台上 表现出真大锅庄的风格 把这种比较小众的锅庄带上舞台 呈现在大众的视野下 可以让更多的学者 展示它独特的魅力 真大锅庄是 轨角及飞舞之魂化遗产 已经几百年的历史 现在县位政府 即当地国部门 总非常重视真大国庄的 保护与传承 鼓励更多当地年轻人 学跳国庄 希望我们真大国庄 处处真大 走出四川走向世界 欢迎大家来真大跳国庄 当成都与禅鸣随风而去 大地披上额黄的外套 生活已不再是枯萎燃烧 我们用镜头记录下 真大国庄优美的骨子时 犹如展现出一幅 石区县人名 携手脱贫攻坚 奔赴幸福小康生活的壮丽画卷 曾经怀着一个追寻小康生活的梦想 如今梦想已不再是遥远的行程 让我们一起用双手来告别昨日那片贫瘠的山凉 让青山绿水穿上金山银山的绒装 让真大国庄的骨子去舞动脱贫逐梦的生命施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